精盛的三光无双 这是尊严的成果 他所以击败敌将 不错不错 就是这样 不愧 实际已到 来了 我人来阻挠我的霸业 我来日方长 并定会洗血前耻 这个曹操竟然能甩掉我们的追击 但他这次战败了 短期内 难以恢复元气了 他们目前自顾不暇 正是扩大势力的良机 我们孙武 正该趁此机会 向天下进军 先进已到 吃了这么大的败仗 竟然还能保住性命 曹操还真是走运 好 这里就交给我吧 虽然不知道他逃得有多快 但我这就能追上去解决了他 不必 穷寇莫追 曹操 天命未尽 现在即使追击也无法杀他吧 那么 孔明大人 只要曹操天命未尽 就没人能除掉他吗 并非如此 现在 只是时机未到罢了 而且 现在更重要的是 主公需要自己的国家 讨伐曹操的机会 迟早还会到来 为了那一刻 我们也要积蓄力量 哎呀 你也很会演戏嘛 你早就知道关羽将军 不会杀了曹操吧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孔明大人 果然 无法逃过世缘的眼睛啊 那么 我们 为了什么 追击曹操 不管我做何想法 但那时如果不追击曹操 就会露出破绽 可是 如果曹操倒下 我的大计就无法实现 或许有些难以理解啊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击杀曹操 刘备大人也会失去天下 孔明提出的三分天下之计 如果失去了曹操和孙权 就无法成立 一旦曹操倒下 孙权就会一举壮大 你们可以想象出 届时会变成怎样吧 在刘备大人获得国家之前 孙权就已经手握天下了 现在曹操虽然健在 但是气数已尽 另一方面的孙权 也暂时也无法大动 在此期间 我们要建立起主公的国家 原来如此 确实 如果一开始就说 要放曹操一条生路 孙权大人和周瑜大人 一定会心生疑虑 隐瞒真实目的 实现自己设想中的局面 真不愧是孔明大人 要欺骗敌人 首先要骗过自己人哪 触发关羽将军 也不过是在演戏罢了 好了 建立国家可是非同小可 看来 还需要老夫继续帮忙啊 是的 主公真正的战斗 现在才正式开始 首先 立足于土地肥沃的荆州 之后向西面扩展 西面 荆州的西面 是义州吗 义州 这片巴蜀之地 才是主公迈向天下的起点 各位 此后的战斗 或许会比之前更加严峻 但是 为了实现主公的大志 今后 请各位继续努力 鲕DING 霸刑 继续情 4 伤送 15 18 16 0 有报告称 孙吾的军队正在向荆州北部进军 空明终于要开始行动了 他计划在孙吾忙于攻打曹操之时 趁机压制荆州 行动不能被那些家伙察觉 最重要的就是速度啊 论速度就轮到我出场了 我会立即飞奔到荆州 清理敌人 周苍 这可不是单纯的战斗啊 所谓压制荆州 是指将其攻陷 这个我当然明白 也就是说单纯的战斗只会让刘备大人陷于不义 这就有为刘备大人之前提出的人德之志了 不不 我们这边还有刘备大人呢 您是说拥立刘表大人的长子刘备大人 将其树立成荆州的正统继承人啊 这样一来 即使我军占领荆州 也是拥有正当理由的 了不起啊 孔明真是得了一位贤妻呀 听说周瑜大人统帅的孙吴军 已经攻入江陵 我们要趁此机会 攻占荆州南面的四郡 趁此机会 也就是说 这次和赤壁之战一样 也要与孙吴联手作战吗 不 此次我们要单独行动 或者应该说 我们必须在孙吴察觉之前 速战速决 这样一来 不是会导致与孙吴的关系恶化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 刘备大人获得立身之地 请暂时忘记孙吴 全力迎接此战吧 这次 需要大家分头攻占四郡 自然 不需要一个人攻占全部地方 攻占到一定程度后 请返回此地 现在曹魏与孙吴发生了争斗 抓住时机 迅速攻占荆州四郡吧 看看 我们能够得告诉我们 这次 让我们 有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